拜登上任以後首次的外交援手出訪 那他才真正是習近平的難纏的對手 比川普可能甚至更難纏 那他致力重建多邊主義這種所謂的自由國際秩序 然後對大陸構成一種所謂系統性的壓力 然後他的團隊他會更深層 而且更廣泛更精準的跟中國實施競爭 那接下來我覺得有幾個觀察的重點 就是第一個如果說美國能夠跟俄羅斯改善關係 這次我們有看到俄羅斯總統他有特別評論 當然因為他們比較關係的歐洲 可能對亞太普丁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假設美國能夠跟俄羅斯改善關係 因為畢竟兩個都是大國 如果你同時跟俄國跟中國對抗的話 可能會被多利分 那如果能夠跟俄羅斯改善一些關係 那就更可以聚焦中國 那第二個是他經濟方面 因為他還在美中貿易戰 那他可能未來的經濟措施會慢慢出手 那他第一個已經開始要跟台灣先恢復談判 那接下來可能他的經濟手段也會開始進行 第三個是疫苗外交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方面強化 跟其他有些第三世界國家 可能是疫苗上面的對付COVID-19 比較沒有辦法處理的這些國家 能夠協助他們 然後這個當然就可以強化他的跟這些國家的關係 那這樣也能夠協助穩定國際秩序 那這樣也阻止中共利用疫苗外交 搶蒙油的這種企圖